第八题 第八题到第十题是题主 亚佛加绝提出了著名的亚佛加绝假说 之后经大量实验证实为定律 且他提出了关于分子的概念 为了纪念他对化学的贡献 我们所学的以莫尔等于6×10的23次方 称之为亚佛加绝常数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八题是我们说 若以白圈圈代表氢原子 以黑圈圈代表氧原子 则下列何则可作为氢和氧 点火混合后的燃烧反应 我们晓得水分子是H2O 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两个氢原子 也就是两个白圈圈 那么还加上一个氧原子 就是一个黑圈圈 所以水分子的模型 就是一个黑圈圈 加上两个白圈圈 我们看到我们的选项A 跟我们的选项株呢 水分子模型都是对的 但是呢我们的氢剂呢 是H2氧气呢是O2 所以它们本身的分子构成 就是两个白圈圈连在一起 或者是两个黑圈圈连在一起 我们看到我们的选项株的氧 它是只有单原子 它这个是错的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只有A 第八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何则可作为氢和氧 点火混合后的燃烧反应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字幕志愿者 杨株梁 感谢观看